改天好好地在谈 这是2月19号 宋楚瑜最近一次露面 不答政治问题 不过现在宋楚瑜却被国际反贪腐计划揭露 他曾在瑞士信贷银行存入巨款 这是组织犯罪与贪腐举报计划网页 接获瑞士信贷银行卷入黑钱讯息 外流名单中赫然发现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资料 上头记载宋楚瑜从1993年到2010年 开立瑞士银行账户 并且存入1367万法廊 折合台币约4.15亿元 到底这些钱从哪来遭到质疑 从当年的薪水来看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平均公园的话 大概是一个月3万块左右 那政务官大概是10万 宋楚瑜如果他是透过合法的方式 来取得这笔款项的话 他必须要累积286年的存款 最主要的就是1993年 他担任这个台湾省主席的那一年 为什么要去瑞士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账号 回顾时间点 宋楚瑜是在1993年在瑞士银行开户 同年他接下台湾省主席以及民选省长 在这之前担任过政院新闻局长 以及国民党秘书长2000年参选总统 落选后成立亲民党担任主席 到底庞大资金来源为何 法国的前外交部长公开出来讲说 宋楚瑜有收到这个回扣金 那宋楚瑜当然是否认 可是我觉得这整体的事件 还是有待理清 赵一乡质疑 法国前外长曾指控宋楚瑜涉及 1991年拉法业采购案 收受4亿美金佣金 与开户时间点仅差两年 对此亲民党回应 死法已经证实拉法业案 宋楚瑜的清白 不过国际组织揭露黑钱名单 台湾政党党主席名列其中 这些钱的来龙去脉 宋楚瑜恐怕得说仔细